大家好,欢迎来到北风晚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移动OA的开发 今天是第十讲 我们将深入学习 深巧MVC可视化编程中的 分页插件的使用方法 深巧分页插件的使用 我们首先看一下 它的这个语法 在它的这个list里面 我们调用了它的这个分页的插件 然后就使得它有 具有了这个分页的功能 我们要注意的是 list的分页 它不是我们传统网页里面的这种分页 传统网页里面的分页 它是通过点击上一页 下一页 或者跳转到某一页 来实现分页 而这个central里面的list这个组件 它的分页 它一般是通过这个 最下方有个更多的按钮 也就是英文名字的load more 它有个更多的这种 按钮 然后点击这个 这个文字以后 load more 或者更多以后 它会把下一页 把它装载进来 同时它还会保存 上一页的内容 就是它只会越加越多 这个用过 微博的同学们 应该有这个体验 就是首先这个微博 默认显示50条记录 然后你点更多 或者把它往下面拉 它又会在50条的基础上 再增加50条 越拉越长 是吧 它一般是这样实现的 这里我们注意看到 就是每次点击load more 会触发以下服务器的请求 注意看它的这个参数的变化 第一页的时候 也就是默认展示第一页的时候 首页的时候 它是page等于1 然后start等于0 limit等于你的定义的 这个每页的记录数 再次点击load more的时候 它这个page就会等于2 第二页start就等于0加5 等于5 然后limit还是等于5 第三页 这是一样的造词类推 5加5等于10 这是page 是用来传递分页的参数 limit 用来设置每页的记录数 start 这是根据page和limit 计算出单前的这个所在的起始位置 这些参数会在访问url时传递到后台 它有这个作用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实际运行的一个效果 这个是我已经做好的这个后位 我们看一下它这个分页的这个向服器触发的这个链接 是一个什么样子 首先比如说我们看这个已经处理了的流程 首先它默认专载的是第一页 page等于0 并且start等于0 limit每页等于5 所以它第一次是显示5条记录 1 2 3 4 5 然后当我们点击这个loadmos 大家注意看 这个下面会又出来一条记录 好出来了 仍然是followed store 这个时候就是等于第二页 起始位置是5 每页 是5条记录 再点的时候应该就是第三页 其实位置应该是10 好 就是这个效果 所以我们要记住 就是它这个插件啊 它的作用 就是用来传递这三个参数的 就是用来传递这三个参数的 它会自动产生这三个参数 这三个参数 一旦你加入为这个list加入了这个分页插件以后 每次你点击这个分页插件的这个load more 更多的文字的时候 0 5 10 15 20 25 30 这样的累下 所以我们要记住这个特点 下面我们实际上 下面我们实际操作一下 我们先把这个乙半流程 这个列表先做出来 然后为它加上这个分页插件的属性 好 这里就是一半流程 首先我们给它加一个 它的这个store 复制一个store 复制一个store 它再给它换一个名字 float store 就是已经处理完的流程 这个我们已经定义了 直接写完 这个已经设置好了 它的这个 服务器的这个程序 完之 我们也把它设置进去 让它的root property 设置成服务器 返回着这个customs 好 就可以了 最后 最后它的这个 模型 我们跟那个 代处理 流程的模型 是一模一样的 数据不同 这里 这里还有一个参数要值得注意 就是它这个 这个page size page size 表示这个记录的数量 在一页中包含多少页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 为什么我这里每次是5页 为什么它这个limit等于5还是25 就是通过这个参数设置的 好 我们在 以办任务列表中的store里面 选择 刚才定义好了 float store 同时 把它的这个 模板 也设置成 跟我们那个 代办任务 一样的 就可以了 最后 注意 我们需要在 它的这个 列表中 加上分页插件 就是这个plugging 就表示插件的意思 我们点击 第一个 list paging plugging 这样 它这个插件就自动产生了 自动产生的 这个 原文件 就是这么一段话 很简单 然后load more 就在这里 我们可以改成中文 更多 点点点 好 好 这样我们的 这个list 也定义好了 下面需要 在登录的时候 就对这个store 进行一个 装甲 把这个第一页 把它装甲进来 这个我们要写一下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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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把他以前的记录清调 设置一个代理 对这个代理进行一个阐述设置 设置完参数以后 我们就可以对这个设置进行一个第一页的转转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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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样这一端代码就写好了 需要注意的是它这个参数的设置 这个就是我们这里为什么其他的参数是怎么过来的 这个Use ID它为什么登录这个插件它只会自动产生这三个跟分页有关的参数 其他的参数是需要你自己设置 当然这个Cobac肥调函数肥调参数它也是自动产生的 我们这里这个Use ID 这个就是需要我们自己通过这个参数设置 来进行控制 首先取得数据源 然后清掉它以前的记录 取得它的代理 代理里面可以设置参数 参数就是它输入的账号对应的它的手机序列号 然后对这个数据进行转转 好 存盘我们看一下效果 好 这里要清掉以前的缓存 要不然它有时候数据会互相干扰 好 注意看 这里 更多 我们改成更多 改成没有保存 默认是显示五条 然后它第一次是去服务器获取第一页 然后从第零条记录开始的五条记录 一 二 三 四 五 再点击更多的时候 它就获取第二页 start等于五 limit等于五 再点击的时候 它应该就等于page等于三 start等于十 limit等于五 三 十 五 总共有十九条记录 所以最后再点到第四页的时候 继续点 就没了 就这个效果就做出来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对应的服务器里面的代码 就这个 mfloatstore.php mfloatstore.php 服务器里面也就是这么二十多条代码 二十多行 我们看一下 首先建立数据库的连接 然后获取 自己处理过的这个流程的这个列记录 我们看一下 它这里用到了 MySQL语句里面的这个分页的 设置 看就这个地方 limit等于多少 然后start等于多少 它是一个这样的 SQL语句 它这里的意思就是 从第几条记录开始 显示 调用出来 然后 去 多少条记录 比如我们现在有30条记录 1234567891030 我们从第11条记录开始 我们进行显示 就是提取出来 把11 比如我们这个limit等于5的话 那么它就会把1112131445提取出来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来 甚至Touch里面的这个分页 这个分页它是跟我们的MySQL是非常先配的 就是它传的值马上就可以用 传的值 传进来的这个参数 我们马上可以用到这个SQL语句中 相反 如果你用SQL server或者ORIC 它们的这个分页的写法 就不是这样写的 就不能直接使用这个start或者limit 比如我们的SQL server里面 它是通过TOP这个特性来分页的 它写法就根本不同 都没有我们的MySQL这么简单 所以这里可以明显的看出来 CentroTouch的这个跟CentroTouch相配的这种 服务器语言啊 或者这种数据库啊 最好就是这个PHP加MySQL 好我们接着看 把这个符合分页条件的这个记录 把它提取出来以后 我们进行一个加审语的转换 然后通过Coreback这个跨域的 肥调函数肥显 把这个结果 通过加审的格式把它显示出来 好 做出来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 它这个特性 也就是刚才说的 它是不断的累加 它是不断的累加 直到全部记录显示在这个list的框里面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性 当然它也是利用了我们的这个 搜索引擎的一个统计的规律 什么规律呢 就是我们每个人对这个信息的感兴趣的程度啊 它是不同的 通常90%的人对第一页的信息会仔细的看 会非常感兴趣 5%的人会对第二页的信息感兴趣 然后剩下5%的人才对第三页到最后一页的信息感兴趣 所以它默认把第一页显示出来以后啊 基本上就满足了90%的人的这种需求和它的习惯 至于那个后面几页还随去点 这个就基本上就很少有这种情况了 特别是你当你这个一页 你把这个参数设置大 设置相当大的时候 比如我们设置成25条记录 或者50条记录的时候 这个时候 基本上就是前面几页就能够满足 用户的需求了 因为对后面的信息 这个通常是不太感兴趣的 好 这个是我们这个分页 这一个分页把它做好了 下面我们还要做一下已派任务 就是我发起流程的 这个list的显示和分页 我们继续照顾和画表 一样的做一下 复制一下这个my 我的已处理的store 给它改个名字 叫做 flowmystore 叫这个名字 就是表示 这是我发起的流程 好 它调用的这个地址 我们也可以用它 这个已处理完的 这个类似的地址来copy一下 这里已经有了 但它最后这个php肯定不是用这个 它是用的这个 好 这样我们的这个数据集数据仓库就定义好了 同时它默认的也是选择同样的这个流程模型 就是我们昨天定义的十个字段 这个都不需要改 然后我们在我们的已派任务中选择list 设置它的store 为这个flowmystore 然后为这个list 也添加一个分页的插件 在它的分页这个插件 设置栏里面 点这个加号 选第一个listpagingplugging 这样它就有了分页的功能 有了分页功能以后 它就能够自动产生这个三个参数 start limit和page 设置好它的中文名中文名 保存一下 最后在登录的成功这一段代码里面 我们要写我们的这个已派流程 就是我发起的流程的这个数据 集的这种载入和转载第一页 好我们这样同样一件 差不多 这种格式也写一下 flowmystore 这样取得了我的这个store 然后在这个store进行一个remove 这个都可以用现成的 然后对它的代理进行一个获取 改个变量名 flow 好这个写好了继续 装载第一页 装载第一页 我们也可以用 刚才的这段代码类似 改个名字 这样 它登录的时候 首先默认显示这个第一页 后面的就由用户自己来手动 来显示 好我们刷新一下 代办 代办 已处理 我发起 发起还没有数据 它这里主要是这个参数没带进去 看到没有 优势ID 这肯定是传参传的有问题 这里没改过来 应该是改成 flow mystore 好 存一下盘再刷新 没参数 它自然就找不到数据 代办已处理 已判 我发起的流程 在这里 第一次显示 mystore 第1页 从第0条记录开始 当我点入 载入更多的时候 它又触发了 后台的mystore php 从第2页开始显示 第2页也显示出来了 接着显示第3页 第4页 第5页 第6页 后面都是数据就没有了 这样 我们以我发起的流程 这个list列表也做好了 所以我们回过头 再来分析一下 这个分页组件的语法 这个是它官方的说明 需要增加一个load more按钮 在list的底部 当用户点击这个按钮的时候 下一页数据将被转载到数据集 并且被追加到这个list中 通过设置autopaging属性 可以让它自动翻页 就是不需要点击的 只要拖动到它这个下方 它也可以翻页 通常这样不太好 我们还是不写 所以它分页的插件很简单 就是这么三句话 好 我们回过头再来看一下 现在我们把三个列表都已经开发出来了 还缺少一个刷新按钮 刷新的作用主要是用于 当后台数据有变化的时候 我们通过前台有个刷新 可以让它自动 载入最新的数据 下面我们对这个刷新按钮进行一个编程 好 我们在它按钮的这个触发事件里面 直接调入代码 首先还是获得这个数据源的 这个 直升 float 这个表示 一半任务 这是我曾经处理过的人 刷新的第一步 获取这个数据源 然后对它进行一个清除 然后载入最新的第一页 因为我们用户最关心的就是最新 有了哪些变化 有了哪些变化 这个我们可以把参数也补在这里 但是这个参数我们现在用不到 我们并不关心它返备的是什么东西 只要它去服务器里面去获取最新的就可以了 这个跟我们登录的代码差不多 好 我们刷新一下 重新获取了第一页 我们可以试一下 拍一个单 然后看它有没有变化 以梳理的 我们再带一半任务里面来做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应该是这个 这个还不太明显 我们做一个新的吧 标题 请刷新 一半流程 请刷新 这个是我已经做好了的一个后备 我们只是要获取这个 一半完流程的这种列表 一半流程在这里 是吧 请刷新一半流程 然后我们在这个列表 在我们现在正在开发的半成品里面 点一下这个刷新 看他有没有这个最新的记录出来 OK 最新记录出来了 后面的要点击产生什么动作 要去创建什么流程 恢复什么流程 我们在我们接下来两堂课 会做详细的这个 讲解 好 这样我们的这个 刷新就是起到这个作用了 你通过其他的渠道 最后台的数据进行的 更新 我们在本人的手机上面 我们点击刷新 这个按钮 它也会获取最新的数据 代码就是由这一段组成 同样我们把以派 以派流程的刷新 我们也把它写一下 我发起流程的大同小异 我们可以把它拷过去改一下 这个边缘的名字 就可以了 我发起的流程 我发起的流程叫 flow my store my store 然后来个load page 1 就可以了 这样我们这个 我发起的流程的刷新 也做好了 我们看一下效果 这是你处理的 我发起的 再点一下 它这个page就应该从1开始 是吧 然后我们从另外的后台 对它进行一个控制 我们也发一个流程出来 测试刷 刷新一下 ok看到了 这样我们三个list 三个刷新 按钮 我们都做好了 这个代办任务里面 我们并没有做分页的插件 这个是因为代办任务本身就不是太多 就是你当天要处理的任务不可能累积那么几百几千条 通常是十几二十条你就应该处理完 如果更多的你还不去处理 那分页也没有太多意义了 基本上要 这个OVA主要体现这个即时 你如果还累积了几 几个月几年的这个 这个流程你不去处理 那你还要 那也就没有必要再去处理了 但是对这个已处理的流程和已派任务 这个是比较比较多的 随着日记越来临 这个种流程会越来越多 所以这个OVA我们以后做完以后 我们课后还可以做另外的查找 比如我们要根据日期 某年某月根据日期段 时间段来查找 这个已处理完的流程有哪些 或者根据我们能够回忆的一些关键字 流程的标题 我们来找 它有哪些历史的这个流程 我们要把它找出来 这个都是在已处理的流程和已派任务里面 去找 这个找我们的原理也是一样的 都是要在这个参数里面加上去 第一次我们要默认把这个参数设置进去 这个参数一旦设置进去 它再进行分页的时候 它会每次都会带上去这个参数 看到没有 这个参数一旦设好 它对这个load 是多啊 它再进行load page 或者分页自动进行load page的时候 它会把这个参数带进去 就是这个user UID 我们如果要查找它的标题等于什么 或者它的创建时间等于什么 同样的我们也需要在这个 这个这个 parameter这里来做设置 比如我们这里还要加个参数 你看我们怎么加 把这个参数再加另外一个test parameter 我们等于一个查量 我们看一下它每次它分页的时候 它就会把这个参数带进去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parameter 等于 更多 我们打开这个看一下 UseID是我们设置的一个变量 TestinPyro是我们设置的一个长量 每次它都在 把这个我们设置的参数 把它附加在后面 我们的设置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用的功能 你如果不设置这一句话 不设置这个 SetParameter等于多少 它这个 Load的时候 LoadPage的时候 它就不会把你这个参数带进去 这样你每次分页的时候 它就失去了 真正的这个需要设置的 传递的参数 所以这个需要注意 而且 转载的时候也要注意 要用这个LoadPage 而不能用这个Load Load是我们用来处理 这个不需要分页的 数据的载入 我们用Load 如果需要进行分页的载入 我们需要用LoadPage LoadPage一个作用是用来 用这个1来设置它是第几页 第二个作用是用来传递这个参数 所以如果你直接用Load的话 它这个参数是传递不过去的 所以这里我们要记住这种使用的方法 每个 每一段 这一段 表示我们的这种 代办任务的列表 载入 这个是我们已派任务 这个是需要 这个是已处理完的任务 这个是代办任务 这个是我派出的任务 这个要分清楚 然后我们这个 几个重要的列表 就把它学习 并且实际的这个操作完成了 明天开始 我们将转入到 另外的专题的学习 就是这个SynciaTouch里面 最后 一个重要的一个课题 就是它的这个form 表单的这个 编程 以及它的这个Jax提交 表单本来它有submit的提交 但是因为它这个submit的提交 它不只是跨域 所以我们还是需要通过 这个Jax的request 这种提交来进行 跟数据库的 跟服务器的这种 加手批的这种 交付 而它这个SynciaTouch 这个框架 自带了很多这种表单事件啊 表单的这种提交功能 我们基本上都用不到 用不了 可以看一下 因为它这些功能 因为它这些功能都是对这个 比如它的submit 它这个是对它的这种 不是跨域的这种法门 它是可以的 一旦它要跨域 这种submit就用不上了 所以明天开始我们重点讲解 这个呃两个我们这个OV移动 OV里面需要掌握着开发的两个表单 一个是 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 一个是新增任务列表 新增任务的一个表单 一个是我们这个 处理 处理这个流程节点的一个表单 当然它这个表单 还有可能还会生成第二个 第二个表单 是一个 有一个逻辑关系的 最后我们还要对这个 流程的详细信息啊 给一个展现 这个是明天后天 我们学习的重点 今天我们主要把这个list 展现 以及它的分页 把它熟练的掌握 就完成了任务 好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 再见